主席,今天是政府三岁的收费问题 也提出了比较全面 我认为吸纳了很多好意见之后的方案 如果你把今天的方案拍照 你可能觉得我还未满意 但是你将这么多年来在这方面的争议 究竟是红加东减、东右加、红右加、然后西减等等争议不休 拍整个电影这样去看 那你就看到中间的进步 我觉得要公道一点来说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看事物 你不要将今天的东西变成一个硬照去看 你看整个过程 我相信大家会思考会更加全面 在这个三岁其实大家很多同事都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洋浪不救 所以你在收费里面搞来搞去 我其实之前我也提过 可以想象其实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可能是有些少舒缓 但是怨气仍然在 你很难想象走过这方案之后 三条国开隧道都畅通无阻 不会的 所以到时这些駕駛人士可能就抱怨了 搞来搞去就这么堵 所以我想你们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主席 其实今天呢 其实就是政府提交 其实有几个主要的板斧 其中一个板斧呢 就是 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就是简单说 饭饭时间收贵点 非饭饭时间收便宜点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车辆很少的 某些没什么人开车的时间呢 就收得最便宜 其实这个完全是合逻辑的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了 那你说 而有些駕駛人士呢 就假如他真的是负担 都是很昂贵的去到中环 就是上班的地方 就是泊车的 那他会不会呢 就是由于那小小的差额 而引致到他是 早点回或者 就是迟些走呢 这个真的很难说 但是呢 怎样令到这些人士 真是 不需要駕駛过海呢 其实我提了很多次了 就是泊车转乘 我也都骂过很多次 这个呢 本来呢 我都认为了 是政府特别对新界的 介绍人士的一个承诺 但是呢 那些泊车转乘的 停车的地方 越玩越少 那被你骗了 是不是 那有时候呢 他们駕駛是 就是 不是说他很想駕駛 但是有时候 不只是自己上班 照小朋友上学等等 那所以这些 这些情况呢 其实就是 都值得体谅的 所以呢 第一道板斧 我是同意的 但是当然了 那个差额有多少呢 这个就是 另一个问题 那第二道板斧呢 就是在一个繁忙时间 这三条隧道 都是有不同收费 其实这个呢 我也有些意见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问题 你六三三六四四 但是 结果呢 都还是这样塞的话 那些人又抱怨了 那 而且呢 究竟是 西是加还是减呢 没有绝对的 是相对 为什麽是相对呢 你将来走出新的方法 非繁忙时间收得便宜的话 都繁忙时间 就形成那种感觉就是 你大家这个西税的收费 是不是呢 你今天看呢 就是西减 但是如果在那个角度看的话 是西加的 是吧 那为什麽 你还要惩罚那些 西税的介绍人士呢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呢 其实你要读清楚 但是我不是说反对 是 你起码呢 保持一条隧道 就是我真的需要用到时间 架围呢 就是塞得没那么紧要 那未必是人怀事 那第三步板斧呢 这个要赚了 就是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特别对商用车辆 那个西税的那个 极为昂贵 和洪水的那个极为不合理的差额呢 是应该是早点调整 早点走的 那因为之前譬如的士说 一二十个元就很多掌声 那这个呢 就是证明了 这件事是对的 就是使得呢 这些商业车辆呢 不用为那个收费 烦恼走哪里 而是呢 我们需要从个效率方面看 从个效率方面看呢 不是单是为了三条隧道 是为了很多相关的连接道路 是吧 现在你塞了 就是那个三条隧道 相关连接道路塞 所以它是一个很 比较好的选择呢 其实带来呢 其实其他道路都会舒缓一点 其实这个是可惜点的 不过 大小不同的商业车辆 是不是划一收呢 这个真的有些伤害余地 所以呢 就我 我是认为呢 今次呢 政府来想拿呢 它是上方补剑 给多些弹性 在收费那里做功夫 但是之后 我想逐字审议呢 那些细子呢 都会还有很多 就是我们的意见 我相信我余地 多谢